朱立倫一早率領眾多黨務主管 在桃園頭寮臨請向 故總統蔣經國先生獻花致敬 如此大陣仗是想重拾領導威望嗎 不過早在約一小時前 國民黨接連失利後 前總統馬英九首公開現身 看似心情沉重不想多談 點點頭跟大家說謝謝 翻到主席朱立倫怎麼說 好像每一次馬總統來葉林的時間 跟黨部或者是其他的團體 是不同的時間的 那前幾天我也去跟馬總統談了很多 我們很多要為黨為台灣 為中華民國的目標是一致的 而蔣家第四代蔣萬安 也PO葉林照片引用爺爺的話 自免天下沒有不能完成的任務 只怕自己沒有決心 而朱主席除了反駁有刻意 不跟馬同台外也透露 補選挫敗後被批評神隱的期間 有找馬前總統談談 葉林這天也在經國先生臨請前 今天也是我在任國民黨主席第一百天 所有的功都是同志的功勞 大家支持者的努力 所有的錯所有的過一定要自己扛起 必須要扛起 不只臉書上發了簽字文道歉外 當面也連說了好幾天要一肩扛責判止血 畢竟這話雖然遲到了 但也總比沒到好 TVB的新聞裡面會專會於桃園藏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